真的是國民黨雖然現在號稱是 立法院的第一大獎 他真的可以推一些服國立民的政策嘛 但是感覺上就是真的把 立法院當成他鬥爭的場域了 我是覺得如果中國國民黨 你被威脅了 記得眨眨眼 我必須得講 他現在做的這些事情是很不合邏輯 就是說一場大選 剛結束的時候 通常執政黨會 在他自己現在有勝利的優勢之下 去推一些服國立民 但可能會得罪選票的政策 好像說2012年的郵電雙掌 像說民進黨在第一任的時候推年金改革 這當下都是損害選票的 可是長線來看 無論政黨是藍的還是綠的 我必須得說 這都有助於台灣在經濟上 或財政上面的改善 是為了整體國家好 要往前走 所以這個時候 我必須得去考量到國家的總體發展 我必須推一些得罪選票的事情 可是國民黨今天推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第一他不是執政黨 第二他現在其實在國會的優勢 非常的脆弱 他只要多兩席而已 那為什麼他要冒天下之大不為 去推這些 其實在我們民調上面看起來 並沒有獲得大部分選民 所喜歡支持的項目呢 你說他是為了要下一次選的贏嗎 如果他現在就已經得罪這麼多選民了 他下次真的有機會贏嗎 搞不好其中選舉海嘯過來 結果受傷的是他自己啊 搞不好北北雞桃像現在這樣子搞 新北市他那天的市長因為落跑的關係 身危大損 基隆現在小愛的爸爸看起來已經火燒連天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影響再繼續持續下去 他們在國會繼續出怪弄醜的話 我相信選民特別是現在台灣的選民 他雖然喜歡看你的東西 但看久了覺得你都在演小丑的戲碼 他久了也會膩 而且他羅志強的套路可以請阿淼哥去 我看兩天就看到他的套路就是這樣 對 好笑啊好看啊好玩啊 剪抖音 剪抖音 可是說真的再好笑再好看再好玩 有我們韓市長好笑好看好玩嗎 我必須講喔 國民黨的新科立委呢 他至少有一個任務他們完成了 就是協助洗白韓市長 讓韓院長不草包 因為國民黨的新科立委真的更上升 更厲害 我們需要講好繼續 是啊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在短線上面炒作 短多 可是長線下來看 我很多國民黨的這個投票者 他是會覺得說 因為過去民進黨一黨獨大 在國會當中在行政權很大 就要教訓民進黨一下 教訓一下 我要讓這個現代的小孩知道 我們這群獎 禮義廉恥的這個立委上去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 是正氣凜然的 我們要來改革石壁了 是 就上來是這個樣子 要幫那個美豬燕DNA了 對 然後 以後燕血齁 不能只抽3% 100%都要抽光 這樣子才會知道 把身體血都抽光 才知道你的血裡面有沒有問題 身體有沒有問題 講完都瑟瑟發抖了 所以我認為說這樣子 長線上來看 其實對他們是很減分的 所以我覺得也奉勸一下 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你們在選舉過程當中 你們是在野黨的時候 博眼球 球曝光 有效 可是長線來看 現在剛選完 其實大家是希望能夠 盡量和平穩定和諧 未來去做計劃跟打算的 就你們現在所做的這些事情 我認為啦 你們應該就是被某些政黨 去綁架了 那誰能夠綁架你國民黨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被威脅的話 拜託眨眨眼讓我們知道 原來你剛剛先講的結論就是這個 他們現在不在乎台灣的選民 但比較怕 上面的老闆 中國北京的老大哥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是阿苗 比如說像以這個版本來說 好了不在籍投票 尤其是小草們都很怕做票耶 當時這個我們 賴清德未來的總統當選的時候 是先從民眾黨 白銀開始 網紅開始帶說 會做票 我們那麼行之有年 監票這麼開放 那如果說以國民黨的版本 包括通訊投票 要選票要寄回來 然後這過程中 還有對岸中國的老大哥 可能會直接從上而下監視 那為什麼民眾黨的委員 或者是我看到民眾黨沒有反對 還是都沒有 目前我沒有聽到他們什麼聲音耶 還是我 我漏看了 民眾黨支持電子投票 可文哲說的 寫後再集無所謂啦 在家直接用手機投票 所以這樣子他們就認為 這樣比較不會做票 就是我本人親自到現場蓋票 然後有監票員什麼 他們懷疑會做票 但是手機通訊投票 他們覺得不會做票 結果電子投票是現在全世界 最沒有再使用的一種投票方式 我覺得兩位可不可以幫我評測一下 我有一點點不能理解 讓他們先開始 坦白講啦 這個政治算計的輔招痕跡很深啦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回歸事情 本身的道理來講 投票 選舉的公平公正公開 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根本 如果你的選舉機制壞掉了 你這個民主國家也再也不民主了 所以維護選舉公平公正公開 還是非常重要的民主國家ABC啦 選舉有兩個嘛 投票方便 跟開票公信力 這兩個需求 必須取平衡點 是 不然你說最方便 對啊 我們在家裡面 有沒有 開個Google表單 你讓他自己上去投票 哇 方便耶 要不然我在家裡 在家裡拿一張白紙 上面寫說我要投給誰 對不對 拿去把它寄到中選會 這不是很方便 對 這都很方便 但問題是什麼 你開票出來 完全沒有公信力 嗯 你沒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嘛 誰會相信 對 而且不要忘了喔 台灣的選舉 在現在 還有很多人在質疑 她的開票的公正性 是啊 就是這次選完 不是就是很多的網紅 就是支持 柯文哲的一直 到或是到現在 連佩琪琪都還一直覺得 心裡更夠愉快 說我們怎麼可能是第三名 你知道這個多嚴重嗎 差了300萬票 差了100萬票 還要有人質疑是做票 這代表我們有一群國民 對於選舉的公正性的信心是嚴重不足 在這樣子的機制之下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我們不應該去修改任何的選舉規則 因為你連這個時候都沒辦法取信於民 你還要把它改成說 在家裡面弄好票 弄到信封裡寄出來 還要從國外寄回來 還要用手機 以後4點投票截止之後 4點01分就開票完成 你還沒辦法去檢驗說 這些票是怎麼開出來的 我請教一下 未來台灣是不是選舉隔天之後 動亂就開始 這個很嚴重 這是動搖國本 是 所以如果你說 你真的要問我個人意見的話 我覺得 現在在那邊喊說什麼 投票不方便 返鄉投票太麻煩的那些立委 欠缺頭腦 因為你呢 直接去修改什麼 你把戶籍制度改了就好 你不需要去動到投票制度 現在很多學生之所以呢 沒有辦法戶籍在他實際上住的地方 是因為房東不給他設戶籍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啊 你戶籍牽不進宿舍 你戶籍沒辦法牽到你的租屋處 所以這些所謂的北漂族 或是不在戶籍地工作就學的人 他必須要返鄉才能去投他所在地那一票嘛 對 那假設說你今天在台北 你都已經住了10年了 你選舉的時候 在台北選台北的議員 選台北的議員 立委不是很正常嗎 對 所以你的戶籍制度 我說有心啊 要減少返鄉投票的成本的委員啊 你應該去修戶籍制度 是 讓大家究竟 你住哪裡你就選哪裡的立委 選哪裡的議員 選哪裡的里長 這樣才對嘛 沒錯 結果你不失辭到 你反而去說啊 不行我要把全國的投票名次 我要改的大亂 對不對 以後呢在台灣 在台灣裡面 台北市大安區 有人要投黃捷 所以呢 我們大安區的投票所裡面 要多 還要有高雄的選票在裡面 沒錯 而且全國以後會變成怎麼樣 如果照他們這樣子喔 連立委議員都要不再起投票 會變成是一個投票所 會有全國73個選區的票在裡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不要講 你先不要講那個投開票的那個箱子 要擺多少個 我們現在不是都在那個教室嗎 大概就放三個吧 你不可能七十三個箱子嘛 對 那所以你是不是變成說啊我投 我投這個高雄 對不起你的那個選區的 我就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那你是不是又要去 去質疑說這袋子有沒有被掉包 有沒有被動過手腳 對 到時候開票的時候 我大安區 除了要開大安區的立委票 全國七十三個區都要開一遍 對 還是說不要現場開 你把這些信封 還要再 搭計程車送到中選會 請問到時候集中在那邊的信封 票開出來 對結果不滿意的人 是不是要質疑這些信封被掉包 有可能 我跟各位講 你說美國有通訊投票啊 很多欄委都說美國通訊投票 為什麼不能選美國 美國民主化200多年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呢 他的通訊投票是基於他的 服員範圍真的太大了 你從美國的西邊 到美國的東邊 開車一個多禮拜 是 這個投票成本很高嘛 但是就台灣來講 台灣現在是一日生活圈 沒錯 而且你真的硬要去比的話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很多藍營都講 通訊投票是世界潮流 世界潮流 世界只有十幾個國家 有海外通訊投票 十幾個國家 海外通訊投票 全世界190 十幾個國家 只有十幾個國家在用 你告訴我是世界潮流 唉 那 還有更多世界潮流的法案 你國民黨怎麼都不跟 怎麼都反對 因為這個就不是他們 老大哥要的咩 所以啦各位看懂了嗎 這就是一個純粹的政治鬥爭 國民黨要改選舉規則 改成讓他更好選 他根本不在意台灣是不是會 因為選舉規則亂了之後 每一次開完票的隔天 就是國家動亂的開始 就是所有人要去開夜市 不承認選舉結果 每次一選完都有好多個選舉 無效之術 跑出來 這樣子的話 台灣這個民主國家 真的 民主的根基就被這種 選完後的動亂破壞掉了